书馆开书啊 咱们继续聊天 今天看样子 咱们是得把这达瓦齐啊 得逮着了 要不然说不过去了 得嘞 您瞧我的 今儿啊 我一定把它逮着 那么咱们在这儿 就不妨先小剧透一下 到底是谁把这达瓦齐逮住的呢 是这个清朝的八旗大军吗 不是 也不是蒙古人 逮着这个达瓦齐的是维吾尔 戈登山之战 但这清朝啊算是大劫了 可是啊 这达瓦齐算输了一个干脆 那要是想活命的话 就只有颠呢 往哪跑啊 这达瓦齐就想啊 往南疆跑 其实从这儿啊 就可以看出 这达瓦齐多少的 有点猪油蒙心 这人呢 他不灵力 您看啊 后来被称之为新疆的这块土地 无论是谁 从这儿啊 被别人欺负走了 没有 奔内地方向逃算的 您看啊 当年这个墨西蒙古诸部落呀 都被这个准杆尔布欺负 您想啊 这杜尔伯特 土尔护特 他们呀 也被欺负到边缘地区 他们往哪跑啊 叶尼赛河流域 哎 远的呀 还跑到了这个福尔加河流域 这远顿边陲呀 才应了那句话 人挪活 树挪死吗 哎 咱们这说的呀都是奔北跑 虽然呢远离了故国 离开了家乡 不过得以活命 那是真的 可这达瓦奇呢 选择呀 这翻过天山 投奔南疆 他选择的 是投奔这个托尔门的 阿奇木伯克 霍吉斯 我呀 先给您解释一下这几个字 这个阿奇木啊 是这个地方最高长官的意思 这伯克呢 有这个执法者 法官的意思 哎 这个霍吉斯是人名啊 这地儿啊 最不好解释的 就是图尔门 这个字呢 在这念门 不念门 那这个地儿在哪呢 这个地儿就是现在的巫师 那它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啊 这托尔门呢 就是图鲁藩的不同原因 这就说到啊 当时在这个新疆地区 有两个图鲁藩 当时啊 准够阿尔韩国 控制整个现在的新疆地区 他需要把这些人呢 分散好利于耕作 于是啊 就把这个图鲁藩地区的人 移民到了巫师 这图鲁藩人呢 到了巫师去劳作 不过呀 他怀念故土 所以啊 称呼这片土地 也叫做图鲁藩 哎 这个地方 我觉得挺有意思 所以说跟您啊 稍微的提一下 以后您要是到了巫师旅游 这导游说啊 这个地方 古称图鲁藩 哎 或者说啊 这个地方 古称图尔门 您就该琢磨了 不对呀 昨儿不是刚去的图鲁藩 吃的葡萄干吗 哐郎哐郎地坐着汽车 往这跑了一天半 怎么这地方 它还叫图鲁藩呢 这回啊 您就该明白了 当年的新疆啊 它有两个图鲁藩 几句闲言勾开 咱们继续书归正传 达瓦齐啊 要是想从这个伊犁 跑到土耳门 当年啊 是非常费劲的 今天呢 我们管这条路啊 叫夏特古道 很多啊这个图鲁磨鲁 自驾游的人呢 都很熟悉 哎 南疆大环线 穿越天山的一段 哥今儿说呀 有120公里 哎 穿越天山 哥过去说呢 还有没有其他的弯弯绕啊 咱们不知道 就这120公里啊 也不容易了 为什么呀 因为那会儿 它没有板油路 骑着马走山道啊 还得翻雪线 您别忘了呀 这天山呀 它可是雪山 需要啊 这翻过这著名的穆塑尔达坂 那有人又得问了 这达坂又是什么意思啊 随着现在啊 自住旅游的人呢 它越来越多 很多人呢 都自驾到了新疆西藏 所以说呢 就听说了什么达坂呢 雅口啊 这样的名词 这雅口呢 两山加一沟 山之巅的两山加沟处 这达坂呢 就不好理解了 实际上这达坂呢 它可不是维语 它是一句蒙语 还不是正经的蒙语 它是一句瓦剌话 也是啊 这山之巅的爱口的意思 可是现在呀 不一样了 您在这318也好啊 新藏线也好 您经常啊 会在这个路 爬到山峰最高处那儿 看到一块蓝匾白字的牌子 上面写着呀 某某牙口 或者是某某达坂 哎 现在就好理解了 您可以理解为 这个路到了山之巅 那个地方就是牙口 或者是达坂 那么这达瓦奇 他为什么就非得要投着霍吉斯去呢 因为他觉得 他对这霍吉斯一家有恩 因为这霍吉斯两代四口人呢 能做这个地方的最高长官 全是个达瓦奇疯的 这达瓦奇啊 不但认为他对这个霍吉斯有恩 他认为他对这个霍吉斯一家子都是恩主 您瞧呗 这西域文件录里呀 就是这么记载的 上边说呀 达瓦奇 英纪乌石回城 阿奇木伯克 霍吉斯 维吉索利 毕不孤恩 殷帅棋子 罗伯藏 并清兵百鱼记 由穆塑尔达坂 逃至回江 读了这个西域文件录中这句话呀 您不觉得纳闷吗 怎么纳闷啊 昨天呀 这战场逃出来的时候 还有两千青旗 怎么一下子就变成百鱼旗了呢 这就应了咱们中原的一句俗话了 怎么说来着 叫树倒胡孙散 可说呢 现在啊 逃的逃 跑的保 这达瓦奇身边啊 就剩下这一百多骑兵了 翻山越岭的长途跋涉 总算呢 这达瓦奇到了这个乌石城的附近 这块啊 有一个小树林 离这个乌石城啊 也不过只有四十余里路 这大汗达瓦奇啊 就命自己的这一百多人 在这小树林当中啊 先休息休息 派了一名卫队亲随啊 骑着快马到城中去飞报 准个二韩国大汗达瓦奇 到你这个土耳门城啊 视察来了 不到这个半天的功夫啊 这兵亲随就回来了 不是自己回来的 还带来了这个土耳门城的使者 以及啊 赶着一心牛羊牲畜 这使者见了大汗之后啊 赶紧滚安下马给大汗实礼 跟着大汗说呀 说这个我的汗王 我家阿姆什伯克呀 出去骑马的时候 把腿摔断了 所以说呢 就不能跑来迎接您 于是就派我呀 给这韩王您先送来一些吃喝 您看啊 这有活羊 这驮架子上啊 也有这载好了的羊肉 并且呢 还特意的给您灌了二十壶酒 您啊 先在这儿休整休整 是该吃吃该喝喝 咱们呀吃饱了喝足了 我陪着您一同进城 我家这阿姆齐伯克呀 已经在城里边设好了宴 给您准备好了行宫 就等着您到呢 这达瓦齐呢 当时啊 也不知道啊 是不是让这个清兵给追晕了 猪油蒙心的吃水迷眼 他还就信了 于是让人家把坨架子上的肉拿下来 再宰了几头羊 装到大锅里就开煮啊 打开了酒囊之后 这马奶的酒关到嘴里呀 哎舒服且吃且喝着 这达瓦齐呀 算是一个稀里糊涂 可是他身边有名为人 谁呀 他儿子呀 罗伯藏 这会儿啊 罗伯藏啊 就凑到达瓦齐的身边 说说富含呢 这事儿不得对 真要是这个霍吉斯 念及您的旧情 就四十里路 他无论什么情况 也能出城迎接 您看他现在不捞面 给咱们又是酒又是肉的 是不是把咱们灌迷腾咯 再对咱们下手 这里边是不是有诈呀 这达瓦齐一听啊 说哎 这有什么可疑的呀 我对这个霍吉斯一家呀 一直是厚文 他们家呀 兄弟四人 都是这阿姆齐伯克 还不都是我认命的吗 这霍吉斯啊 不会丧了良心 把我们逮起来 交给大清的 哎 他招待我们呀 这叫做知恩图报 放心吧 儿子 这一会儿咱们进到城里呀 他还要更好的 款待咱们呢 那这罗伯藏一听啊 这爸爸都这么说了 那就吃 那就喝呀 不过一会儿啊 这一百多蒙古骑兵啊 吃了一个高满豪平 喝了一个明丁大醉 哎 不出意外的话 这意外很快就来了 霍吉斯带领了自己几千人的亲兵卫队 把这一百人呢 就包了饺子 最后啊 就升勤了七十人呢 逃跑了几十人 那这是为什么呀 原因很简单啊 这霍吉斯啊 用角质道想啊 他都能明白谁的腿粗啊 谁的腿戏 抱出腿 抱出腿的吗 再惹了这清军呢 在入江以前呢 就给南江这些个伯克们呢 都发了明旨 跟他们早就交代过了 如果看见达瓦齐啊 哪儿看见哪儿逮 不能杀 直接交给清军大营 哎 这霍吉斯算是给大清朝廷 给乾隆皇帝献了一份厚礼 可是这霍吉斯献的礼啊 可不光这一份 随着这个达瓦齐父子 一起被捆到清军大营呢 还有一个人 谁呀 罗伯藏丹精 对喽 就是这个雍正朝青海叛乱 后来逃到这准嘎尔啊 被当时的大韩 嘎尔三侧灵 藏起来的那个 罗伯藏丹精 当年呢 雍正朝大清朝廷 和这个准嘎尔韩国 多次交涉 让他们交出这个叛贼 罗伯藏丹精 可是啊 这嘎尔丹侧灵 不知道是哪根嫌汗死了 就是不给 这也是啊 加剧这个大清朝廷 和准嘎尔韩国之间 仇恨的重要因素之一 那么说这达瓦齐也呆着了 清平准嘎尔的战争 结束了吗 还有那么一点点 达瓦齐被押到了北京 乾隆皇帝也并没难为他 说是把他关了起来啊 实际上呢 这刺了房子 刺了地 就算是软禁吧 他们家在哪啊 这孝庭杂路上写的清楚 次第宝禅寺街 这宝禅寺街 现在没了 原来啊 他也不叫宝禅寺街 叫宝禅寺胡同 现在呢 他的具体位置啊 就在这个西四北八条 北边不远的宝产胡同 就是过去的宝禅寺街 这达瓦齐啊 当年就住那儿 后来因为这个皇子永远大婚呢 就是后来的嘉庆皇帝 这乾隆皇帝啊 还做了这个小规模的特赦 其中就有达瓦齐 就把这个达瓦齐啊 恢复了自由之身 不但如此 还被封为了亲王 这乾隆皇帝 看看这个达瓦齐齐人呢 他觉得这人呢 可能不得配跟他过过手 因为乾隆皇帝啊 称这个达瓦齐啊 叫做雍雀可敏 这呀是好听的 说白了是什么呀 说白了 就是形容这达瓦齐啊 是个傻憨憨 虽然呢 被封为了亲王 可是达瓦齐在北京呢 过得也不是恨舒服 为什么呢 这笑亭杂漏当中啊 就给了解释了 达瓦齐然不耐中国风俗 日为向大池去 俄压玉其中 以为乐而言 因为这达瓦齐在草原上 凉快的地方啊 他呆惯了 他在北京啊 他呆不惯 所以啊 在这王府里就弄了一个大池子 每天啊 都泡在这个大池子里边 而且呢 这达瓦齐啊 是个大胖子 这史书记载啊 哎 体极肥 面大鱼盘 腰腹实围 山气不可进 说这达瓦齐啊 他不但是个大胖子 而且体味还比较重 乾隆皇帝封齐为亲王 并且给了一个御前侍卫的贤 其实啊 这王爷平时啊 也就是府里待着 这乾隆皇帝 并且对这个达瓦齐啊 还点卖施恩 把自己的一个侄弟啊 就嫁给他了 那么是谁家的大格格呢 这么倒霉 是成尹郡王的孙女 这成尹郡王是谁啊 我也说呀 您就得熟悉 这是雍正的三哥 云旨啊 就是那个古今图书集成 律力冤身 实际的总裁官 只不过啊 这雍正皇帝不待见他 不但啊 被迫害致死 并且这点文化成果呀 还让这雍正皇帝 都暗到别人的脑袋上了 这乾隆啊 也是让那三大一家呀 这些后人呢 发挥发挥余热吧 于是啊 就挑了一位侄女 嫁给了达瓦齐 这书至此处啊 这清平准嘎尔达瓦齐步之战 到此结束 哎 那接下来这一小段啊 就是送的 咱们不令收费 既然啊 咱们书里都提到了 罗伯当文经了 咱们也得把他的下场交代交代 他和他的两个儿子呀 也一并被押到了北京 乾隆皇帝呀 觉得这个蒙古诸部都臣服了 所以说呢 也免他死罪 而且呀 在北京啊 还赐了宅邸 让他的两个儿子呀 都做了兰陵侍卫 这罗伯当文经呢 就算是啊 被软禁在北京吧 他呀 可比不了达瓦齐 一直啊 被软禁到死 后来这大清朝廷啊 就把这个卢布藏官经的所有后人 归入到蒙古 整皇旗 清平准改尔达瓦齐部的书啊 咱就结束了 明天呢 是歇一天呢 还是不歇呢 您容我琢磨琢磨 其实歇一天也待不消停 为了把这书衔接上啊 咱们不是还得有很多资料要翻吗 得嘞 今儿天真不早了 您早歇着 咱们呀 明天见 咱们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